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可是具有传奇色彩的献祭之井呢 相传玛雅人对羽神恰克极为崇拜 而这口井就是通往羽神宫殿的通道 所以每到春季 古玛雅人都要在井边举行盛大的献祭仪式 咦 献祭是怎么一回事呢 传说是在春分的时候 祭司和贵族把黄金珠宝投入井中 向羽神祈求风调雨顺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 国王还会挑选出一名美丽少女 将她投入圣井 让她去做羽神的新娘 几个小时后 祭司会来到井边观察水中的少女是否已经被淹死 如果发现她还在井中游动 就会把少女救出来 给她和她的家人很多财宝和美食 原来啊 古玛雅人认为 如果献给羽神恰克的人 在短时间内淹死 就说明她成为了羽神的仆人 而几小时后还活着的人 是已经和神进行了交流 并被羽神放了回来 他们不但会被救起 还会受到人们的尊敬 所以啊 在玛雅文明中 这口水井被视为圣地呢 哦 是孙空空在墨西哥给我打电话回来了 喂 孙空空 哈喽 银路老师 小朋友们 爸爸妈妈们 大家还好吗 今天做了金斗云 现在回到了2012年12月21日 爸爸妈妈们还记得这个日子吗 它是玛雅末日预言里 世界终结的日子 所以我回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时间来看看当时的玛雅人都在做什么 咦 看来大家都没有惊慌害怕呢 好像很开心 孙空空啊 难得你在墨西哥 你快点问问身边的玛雅人 问问他们对世界末日这件事 有什么看法 好的 哟 我明白了 看来大家并不认为预言中的终结是世界末日的意思 反而认为这是新纪元 也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他们觉得这时候应该珍惜彼此 珍惜大自然 我觉得大家好像都很高兴新纪元的到来 还趁着这个机会好好庆祝一番呢 是的 嘻嘻 银路老师 我听说过很多人预言过世界末日 但为何玛雅人说得更好 世界末日会有那么多人相信呢 是啊 因为玛雅人的数学和天文是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你能相信吗 在几千年前 玛雅人就能算出来地球绕太阳转一圈 需要365.2420天 这和现在的人用计算机和电脑算出来的365.2422天 只差了0.0002天 也就是17秒左右 你说是不是很厉害啊 另外 玛雅人还建造了观测天体星球运行的天文台 根据观测的结果创造了灼金粒 这是一种能把宇宙时间精确到秒的东西呢 我还听说呀 玛雅人最早开始使用0这个概念 比欧洲和阿拉伯数字都要早好几百年 在艺术上 人们在玛雅古城里发现了很多颗有精美浮雕的巨石祭坛 在农业方面就更神奇了 传说 玛雅人还经过天神的指导 可以种出比成人的大胳膊还要粗的玉米 而在建筑方面 他们也建造出了金字塔 有的金字塔呀 能达到20层楼那么高 金字塔?是埃及金字塔吗? 不是哟 那是齐勤依察金字塔 这是古玛雅人建造的金字塔 比古埃及的金字塔还要古老 而且和埃及金字塔尖尖的塔顶不同 你看 它的塔顶是方形的呢 还有许多层层叠叠的通往塔顶的台阶 我们现在看到的卡斯蒂略金字塔 就是古玛雅人为了祭祀与蛇神而建造的 建得高高的才好让神来拿人们献给他的礼物啊 同时现在的人们还发现 关于这个金字塔的数据还有着天文学的意义 请大家一起看看 在这里有没有你熟悉的数字或日期呢 金字塔的底座是正方形的 四面都有阶梯 每一面的阶梯都是91层 台阶总数加上一个顶层刚刚好是365个台阶 代表着一年的天数365天 雕刻图案的52块石板 象征着玛雅历法中的52年周期 3月21日 9月23日 没错 他们和中国农历的春分 秋分节气几乎是一样的 在这两天中 玛雅人会在这个祭坛上进行盛大的祭祀仪式 祈祷丰收 你们看 每年的春分和秋分下午 玛雅人建造的金字塔附近就会出现神奇的景观 太阳在准备落山时 会将金字塔一角的影子投在阶梯的墙面上 随着太阳的移动 影子的形状会从笔直逐渐变成波浪形 就像是一条巨蟒 从塔顶向下爬行 象征羽蛇神的苏醒 这样的景象 每次都会持续三小时二十二分 我看这本书说 在犀利909年的某一天 80%的玛雅人突然失踪 仅留下没有建好的神庙 慢慢的荒草长满了住宅 他们的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 铭路老师 玛雅人真的消失了吗 他们去哪了呢 嗯 其实玛雅人并没有完全消失的 直到今天 仍然有几百万的玛雅人 生活在他们祖先以前建立的土地上面 他们仍然过着古老安然的生活 比如说种玉米或者耕种别的植物 嗯 至于玛雅人为什么会消失 就像这本书里面说的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谜 很多考古学家和科学家 都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设和推断 在众多猜测当中 我认为接下来这一条呢 是最最具有想象力的 孙空空 你看看这一页里面介绍的 你读读看 在布兰科明文神殿中 曾发现一个很怪的皇家的坟墓 一具巨大的石棺 里面躺着一位玛雅国王的遗骨 在石棺上盖雕刻得很复杂 当时并没有人能看得懂 在宇宙飞船问世之后 人们才恍然发现 关盖中心 悬着身子的那人 看起来极像是一个宇航员 他正在控制着 自己那正在起飞的飞船 所以有些人甚至猜测 玛雅人突然消失的原因 是他们随着外星人的宇宙飞船 一同离去 你觉得古玛雅人 会不会真的是外星人的后代呀 想家了 所以就带着他们的先进文明飞走了 你这个猜测呢 也很有道理 毕竟在这么多玛雅人成就里面 他们对宇宙的计算最为精准 最令人叹为观止 他们说不定跟宇宙真有种神秘的联系 不过事实是怎么样呢 我们谁都不知道 书里面呢 也只不过是猜测的 在没有真正的答案之前 小朋友们都可以和我们一起用我们的想象力 用我们的小脑袋猜一猜 在这之前 让我们先回忆一下学到的知识吧 今天 孙空空带我们去了遥远的中美洲 见识了很多神秘古老的玛雅遗址 在这其中 有大大的水井 也有高高的金字塔 通过这些遗址 我们了解了 古玛雅人在数学和天文方面非常厉害 不过呀 在某一天 大多数的玛雅人神秘消失 有些人猜测 他们是乘坐着自己的飞船离开了地球 但事实究竟是什么 人们还在研究 好了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